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凯该不是的致敬哥 为了童年吧 以为这身西波纸西装已经够骚气了吗 他还穿了一双高跟鞋才是最绝的 但是王凯这一个造型 这个好像也没有很奇怪 即使穿上高跟鞋和这身骚气的西装 看起来还是很难一身正气 把衣服的光芒都压下去了 王凯本人好像不怎么习惯这个造型 一下车就在整理裤脚 只要站起来就开始蠢裤脚 一定是腿太长了裤子遮不住靴子吧 走路也是 每一步很结结实实的踩在地面 不知道是不是穿上高跟鞋怕自己崴脚 整个人都是非常紧张的 走起来特别滑稽 但是粉丝却有话说了 这个鞋子是不是太高了 因为正常的男士皮鞋都是两厘米高 个子小的明星穿的顶天 也是三厘米分内置尊高鞋帖 变身汉马宝靴 这鞋跟小八目测有五厘米 王凯的身高不算矮 不需要用这种贩质跟高 那么真相就是只有一个 有一种时尚叫 就是造型师觉得很时尚 下半年突然爆发的顶级流量蔡徐坤 就在某个舞台上也穿了高跟鞋 看鞋子红底 和王凯的一个是同一个品牌 王凯和蔡徐坤都是因为造型需要 毕竟他们都是180 在娱乐圈已经是平均水平了 那水平点以下的男星 就使用浑身解数 让自己接近平均点 自愿身高176的小年良张艺兴 对这种中跟靴子驾轻揪手 同样在平均线以下比较下的 早在两年前洞悉了时尚潮流 光明正大的穿上外增高 穿高跟鞋也不是女性的权利 小八记得有个说法 是高跟鞋的发明 是因为拿破仑各自小 觉得自卑才给让鞋匠做了这种高跟鞋 众人看见拿破仑穿 于是正先孝党成为潮流 所以男星穿高跟 理由应该也差不多